日中国的超级富豪们 正在新加坡疯狂的买楼 根据最新的一个消息 位于新加坡黄金地段 乌捷路的一个购物中心 被一个中国富豪买下 价格是48亿元人民币 第七的年限是999年 相当是永久产权 这位富豪 是日造钢铁集团的董事长杜桑黄 他位于全球胡润排行的 240亿位 他的身价估计是640亿元 去年6月份 他还在新加坡另外一个黄金地方 买下了一个鞋子了 37层的鞋子了 也花了差不多50亿元左右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 中国的顶级富豪们 到新加坡买楼 还有市立交出办公室等等 现在新加坡的首富 也是咱们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麦瑞伊利奥的董事长李希腾 他现在是新加坡的首富 他的身交应该是 超过了200亿美元 这些富豪们 带走的 可不仅仅是钱 还有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资源 甚至他们的精英团队 这些东西 对于一个国家 对于一个社会 尤为重要 可能比钱更重要 你们想想 我们这位人 是不是比我们上一辈过得更好一些 我们的富北 像我抱他们那个年代 我抱年轻的时候 别说什么汽车电视了 就连吃个饱饭都成问题 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跟他们相比 生活没有那么贫困 我们的下一辈 可能会过得更好 因为除了财富以外 我们积累的知识 经验 认知 这些无形的资产 能够让他们在将来 少走一些弯路 如果这些知识 这些经验 这些积累 断成了 重新来一遍 从零开始 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 和实力 又得重新来一遍 又得被国外剥削一遍 我们下车的 我们下车的 几个月 就下车的